第379集 双方打了六次,几乎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神族军还因为行天每次都会打点手啊脚啊 恢复起来,要花时间 六次对战只有两次是主动出战 后来防御越来越严,似乎在等着什么 明明是神族军先过来攻打建天城 现在却守在外面不动,不退也不攻 整天待在外面盯着,看着让人觉得很不爽快 不过暂时的停展,也让建天城的修士有了休息的时间 疗伤,修补法宝,绘制灵符都要时间 之前因为早有了风声,所以大家都提前杀了不少的魔兽备用 外加息壤在城中,灵草根本不用操心 不出去也没有关系 神族军带着一大群人跑到了这里 花费大不说还有伤亡 就算是守,也守不了多久 金飞瑶那件破烂不堪的战甲 也要趁着这个机会修补一下 再补补就得重练了 这是龙大人练的东西 他直接就扔给了他,拍拍屁股就跑了 过了一个来月 他正在和不自由闲逛着想捡点便宜货的时候 便被不知道什么地方跳出来的黑魔给逮到 给脱去了龙大人呢 看着那放在桌上崭新的战甲 金飞瑶嘿嘿地笑着不客气地把战甲给收走 收走了,他还不走 眼光肆无忌惮地扫着龙大人 然后问道 龙大人,我还有指教呢 龙大人很不爽地白了他一眼 根本就没打算去回他 金飞瑶往他旁边又凑了凑 嬉皮笑脸地说 你就告诉我吧,龙大人 要是没用的话,你就还给我 我也拿去练个什么法宝用用 放着也是放着呀 没事你可以滚了 龙大人态度很不好地开始赶人 龙大人你生气了呀 给我看看嘛 给我看了,我就走 不然我就赖在你这里不走了 金飞瑶无耻地笑道 啪,桌上出现了一把匕首 正是上次见过的那把 有所不同的是 匕首外面多了个刀鞘 刀鞘是镂空的 上面的雕工和胖子不分上下了 拿来砍人的东西弄得这么漂亮干什么 真是闲得无聊了 金飞瑶拿起来瞧瞧 然后咋咋嘴说 龙大人 你竟然还做了一个刀鞘 这也太浪费了吧 把匕首放回桌上 他就坐在旁边 一声不吭地盯着龙大人 看什么 龙大人活了 冷声问道 我只是想看看是哪只脚 金飞瑶抓住脸 一脸委屈地讲道 龙大人眼中杀气瞬间就慢了出来 而金飞瑶刷的一下就跳起来 抱着战甲马上就逃了 跑到安全的地方 他就蹲在地上狂笑起来 笑了半天后 他擦擦笑出的眼泪站起身 回头就看到龙大人正阴着脸 站在他的身后 因为怕神族军突然进攻 大家并没有回到剑天城中 拿出各种玲珑楼 或是小的戒子境遇住在野外 大家想交易时 就摆在了露天之中 突然听到远处发生了一阵法术攻击的响声 众人站了起来 以为是神族军进攻了 但是只有一击便没了动静 过了片刻就见金飞瑶飞了过来 看着他灰头土脸的样子 就知道刚才被攻击的人是他 金飞瑶擦擦脸上的灰 冲着众人笑了笑 就去跑找华婉思和胖子了 你干嘛老去惹他 又被打了吧 华婉思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金飞瑶也不知道干了什么 现在总是四言两语就把龙大人挑衅火了 这才开战四个来月 他就已经被打了七八次了 金飞瑶满不在乎地说道 欺负人可是很好玩的 被打怕了吗 那是恼羞成怒了 就是不能让你这家伙得意 你得意啊 就忘乎所以 华婉思明白 说再多也没有用 他根本就没听进去过 要挑衅的依旧挑衅 被揍几次还是老样子 看什么 金飞瑶挑挑眉就笑道 管不了他就不再说了 可能是这次龙大人火有点大 金飞瑶安分了不少日子 太昊炎他们正在计划 再过七天就一鼓作气 去把神族军击得溃散 地面就开始震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呢 有守在法阵边的士兵 飞回来报信 神族军全军出洞了 所有的修士赶快去了禁止边 果然看到了神族军的人马 行天这几个月被折腾得够呛 这次是下了决心 提着干七 直接走在了队伍的前方 在他的肩膀上 右边站的是手拿轩辕剑的轩辕光 而左边是一直没有出现的王爷 他表情平静地看着剑天成 目光之中没有任何情绪 非常的镇静 在快接近剑天成禁止的地方 他们停下 王爷抬头看着天空 看了很久很久 风吹起他的发丝 莫名地让人觉得 他很寂寞似的 笨蛋 不摇失去了往日的笑容 骂了一声后 直接飞出了禁止 飘在了空中 王爷 你怎么还不去死 金飞摇本来还以为 这对师兄弟见面 恐怕不摇要说点什么 你收手吧 浪子回头吧 没想到开口就是 咒别人去死 这也算是师兄弟吗 就不能说话好听点 哄哄偏激的王爷 让他不要胡闹的 王爷脚下轻轻地一踩 也飞到了空中 和不摇面对面地站着 相比不靠谱的不摇 他看起来要正常多了 把被风吹在脸上的发丝 理到了耳后 王爷讲道 我也奇怪 你怎么也活着 我活得很好 没有必要去死 你整天折腾来折腾去的 早点死 早点解脱的好 不摇坦然地说道 哼 我不会死的 要死的是你们 王爷笑了起来 不摇看了一眼那些神族军 挑挑眉说 他们也得死吧 想不到先祖的人 竟然会听信你的话 难道不知道这是在玩火吗 那又如何 全部死了才好 王爷淡淡地讲道 我和你说过了 就算是天际界 杜天界和夏界的人都死光了 世界都毁掉 你要的人都不会出现 只有一丝神魂 本体早就不在了 而且 你能毁掉这三界 天际界你毁得掉吗 不摇看着这个执迷不悟的师弟 觉得麻烦透了 王爷往怀里摸了摸 掏出了挂在脖子上的一块石 这里是他出现过的地方 只要没有了任何东西存在 那他肯定会再次出现 我只想见他一面 其他的东西我不在乎 我只想牵见他的手 那很容易办到啊 你去死就行了 不摇笑了起来 很真诚地向他提到 要先死的是你们才对 王爷一把扯下了脖子上的石头 往天空之中扔了出去 随着那块石头扔入空中 神族军向四族冲了过来 轩辕光飞离了行天 高高地飘在了空中 行天拿着干漆 跑在了最前面 边跑边对着剑天城的劲致 就砍了过去 这是所有的神魂 我全部给你 金飞瑶已经变身准备好 龙大人落在他的头上 所有的神魂夹带着黑烟和魔器 全打在了他的身上 金飞瑶马上就咆哮了一声 从嘴中喷出了黑色的光束 穿透了禁止对着行天的斧刃冲了过去 攻击撞在一起爆裂开来 双方的人就打在了一起 剑天城的禁止被毁 最后的决战之中再开启已经没有意义 音乐撑着伞站在了一个蘑菇峰上 韩孝看着他最喜欢的杀戮的场面 如果是以前 他便可以弄到很多足可以吓死人的士兵和魂魄 但是现在的他只是韩孝静静地看着 片刻之后白伞落地 被风吹向蘑菇峰在攻击的余波之中化为了虚无 小尸吧 他口中倾吟着 手上的铃铛咔的一声破裂的 所有的士兵突然就倒在了地上 一条条魂魄全往他这里飘了过来 最后全部没入了他的身体中 当最后一条魂魄没入他的身体后 音乐对着天空伸出了手 在已经补好的天空之中 突然落下了一股光芒 直接把他没入了其中 光芒过后 原来站立的地方出现了一头 全身长满了白色鳞片像马的兽 他的全身由火光环绕 蹄子轻踏便飞入了空中 现在的音乐已经不再是汗马 而是神兽吼 他的出现让那些麒麟神兽全愣住 甚至有些还全身颤抖起来 而比麒麟还要高级的神兽龙 看到他之后顿时也是万分紧张 几条聚集在一起攻向了音乐 吼本来就是以食龙脑为生 小沙龙根本就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麒麟在他的面前更是弱小到了极点 神族军没想到四族之中突然跳出之吼 手下那些合体修为的神兽全成了他练手的东西 一头头神兽被打杀而死 金飞摇没空看音乐变成了什么 他又缠上了行天 这次他拿走了所有的神魂 不再只是阻挡行天 而是要杀掉他 淘气的尸体几乎看不到 他全身燃烧起了明火 显然已经成为了一头明火饕餐 只要贴近了行天 他身上的明火就会烧着他 明火比任何一次都烧得旺 不断的烧着行天重新长出来的肉体 这时胖子冲了过来 直接就钻进了金飞摇的口中 瞬间 黑色的明火之中产生了点点的星光 卷过了行天的地方 马上就出现了很难归附的伤势 胖子在金飞摇的腹中 把采出的毒液混进了他的明火之中 凶猛无比的烧向了行天 行天被淹没在了明火之中 金飞摇用爪子撕扯着他的身体 让明火窜进烧他的肉 而不是外面那些厚实的皮 金飞摇腹中那片空间 不断的吸着胖子挤出来的毒精华 斑斑星光不断的闪烁 行天的皮肉被融化烧毁 他死命的挣扎起来 手中的斧砍在了金飞摇的身上 顿又砸得他头破血流 这样硬拼好像有点傻了 血流到了金飞摇的眼中 眼前血红一片 他还是顶着攻击不让行天给跳起来 奋力的压着行天 他咬牙切齿的说道 不要挣扎了 你这样活得有什么意思啊 上过时候有没有喜欢的人 啪 行天一顿就砸在了他的头上 好像说道理没什么用处 反正压着也是压着 他嘴中没闲着 继续绞尽脑汁的鞭着 可以说动行天的话 就算你有喜欢的人 想必也早就死了万年以上的 你又没有头活着 有什么意思 没脸的人是不会被人喜欢的 又是重重的一下 行天这幅砍得是有够用力 金飞只觉得肋骨痛得要死 深深的吸了口气 他对着行天的肩膀 狠狠的咬了一口 撕扯了他的肌肉 然后再满嘴喷血的说 你的头我看过了 虽然被神农族折腾得够呛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的英俊潇洒 算是杜天界 少有的美男子了 你抱着这样的残体 多没意思啊 神族要是死了 应该可以重新投胎之类的吧 行天要是长得英俊潇洒的话 那世上就没有丑男的 金飞要脸不红的 继续编着他的瞎话 只要能让行天的挣扎少一点 赶快去死 说他是角色美人都可以 你回想一下 以前你的头还在的时候 是不是身边围满了美女 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 金飞要根本不用去问谁 只用想的就知道 凭着行天这样的能力 以前也是算个小王的 要说身边没有围着神族的美貌少女 那简直就是笑话 就算是不能睡 那种被粉嫩少女包围的感觉 也是非常的好的 他这话一说出来 行天攻击的手便停顿了一下 似乎还真的想起了风光的时候 金飞要赶紧趁热打铁 我不明白你现在这是想干什么 以前我老头还说得过去 现在头也没有了 你拖着身躯给宣言族卖命 难道你忘了 你以前本来好好的过着好日子 如果不是宣言皇帝把你的头砍了 你现在不同样过得好好的 什么神族荣誉 你没有头一个人藏着的时候 谁想过你这一点点 行天彻底停下了手中的攻击 似乎快有所动了 金飞要赶快降低了声音 轻飘飘的说道 宣言族想用你的力量杀我们 宣言族只想用你的神力 种魂丝草 没有一个神族不想利用你 而下级的三族根本就对你没有兴趣 你不伤害我们就算不错了 你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连个族人也没有 谁也不能跟你做主 这么多年 你很寂寞吧 这个世界呀 不值得你留恋 没有任何能让你幸福的东西 如果你现在消失了 神农族再也不能 想着拿你去种植林草 宣言族的人呢 也不能继续哄骗你 所有想利用你的家伙 他们都会因为失去你而恼怒 让讨厌的人 失去他们想得到的东西 不是一件非常爽快的事吗 金飞摇声音轻柔 最后面的话 几乎都快要低得听不到了 他自然知道 劝别人放弃生命 自然得用最轻柔 最能被对方接受的音调 音调高一点 让对方有不适都不行 所以星天呢 你还是赶紧去死吧 多少年了 星天想不起到底有谁这样温柔的和自己说话了 什么神位杜天界的天空都关自己什么事 故人都全部死掉 他们的神魂都到了同一个地方了吧 只有自己还赖在这里抱着怨恨一个人呆着 就在这时金飞摇给了他一个承诺 盘古殿消失了 女娃公影子都没有 现在的人已经记不住他们留下来的 只是淡淡的传说 我给你绿雕像 让所有的人都能记住你的威猛 当然 我会把头给你雕上去的 保证是个相貌堂堂的样子 你真的知道我什么样子 星天突然传音给他 让金飞摇忍不住僵了一下 这家伙竟然除了在腹中咆哮 还会有传音的一天 这是我的样子 如果你做不到你说的事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随着星天的声音传来 金飞摇只觉得脑中闪过了一个身影 身下压制的星天失去了力量 明火疯狂的就卷上去了 看着星天在明火中迅速的化为了灰烬 金飞摇哑口无言的愣着 星天竟然为了雕像 就把自己给弄死 快速恢复的能力不使用出来 被烧死只是瞬间的事 星天的死让神族君大吃一惊 星天要是被打成了渣子 还能让人接受 反正他会重新长出来 但是这样被烧的什么也没有 神魂化为了点点星光飘散走 完全就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没有星天他们失去了一件力气 而且全身还在燃烧着点点星光 独明火的金飞摇 因为接受了龙大人的剩下的所有神魂 还活蹦乱跳的 只见他得意的咆哮一声 像可怜的神族君扑了过来 轩辕剑对上伏西顶 柱绒火神棍和水神杯外加 吃油强悍的肉体 却对上了神农草 在江水然的手中有一只两尺长的灵草 没有根茎 却依旧生机勃勃 这只是神农草上的一只小只 其他的部分都早就消失掉了 那只小小的神农草 除了从土中引出如同有生命的植物 来攻击神族君 放出来的绿光 还能恢复人的神识和灵力 只要靠近江水然的修士 每次被绿光扫到都不用吃丹药 就能补灵力的 弄得他好像被人保护了一般 周围出现了大群的修士 根本就没人伤得了他 可怜的神祖们 手中的上古神器 不是产品就是防品 完全没能把祖先遗留下来的东西保存好 也许他们的上古祖先 自己都没有保留好 就给后辈留下了一些垃圾 但是在这战场上 还有两个人拥有的 却不是产品和仿物 他们拿的是完成品的神器 王爷扯下来的石头 被扔入了空中 那小小的石头并没有变大 依旧只有大拇指般大小 但是却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他从空中飞向了不摇 拖着绚丽的 如同烟火的尾巴呼啸而来 不摇在他接近的瞬间 从原地消失 马上又出现在了其他的地方 而那小小的石头 轰的撞在了地上 直接在地上打出了一个几百丈宽的大坑 吓得靠近他们俩的人 纷纷的逃开 换了个地方去打 这小小的石头 威力竟然有如此的大 打完一个大坑 马上又飞入到了空中 继续攻向了不摇 而不摇手掌一番 拿出了一团白色的火焰 那火焰静静的在他手中燃烧着 看着石头飞了过来 他便讲道 女娃是又如何 还不如被火焰给融化 王爷 在你当年选择女娃石的时候 你就永远打不过我 花音一落 那小小的火焰跳起 猛的就窜出了火海 把王爷扔出来的补天神石包裹起来 而且火焰窜下来落在地上 片刻之间 方圆几百里的地面 全部都燃起了白色的火焰 火光高达几十丈 吓得所有修士 全部飞入了空中 逃离了这片白色火海 四族这边有过提醒 如果看到不摇拿出白色的东西 就要赶快飞到空中 飞得越高越好 所以当他还没有攻击的时候 不少人就开始 接各种的机会往天上飞 最后的伤亡并不大 倒是神族军的人 本来王爷就没想过要让神族军赢 他的目的是把所有人都杀掉 根本就没有提醒过他们 这一场几百里的火焰烧起来 神族军损失惨重到了极点 尤其是在营地里的那些修为低的 一个也没有逃出去 只是碰到一点点的火焰 就完全化为了灰烬 王爷 轩辕光见此脸色一变 王爷和不摇是师兄弟 自然是知道对方有什么样的手段 却根本没有提醒过 而且这根本就是女娲火 不是不要自己从别处弄来的东西 这师兄弟两人一个拿着女娲石 一个拿着女娲火 打起来那是一点情面也不留 这场火一烧 所有人都收了手 全部都退后面 在空中远远的看着这两人 神族人并不羡慕 他们俩拥有女娲的东西 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神族的神器 就算是产品那也是荣誉